據報華府除了考慮以關稅懲罰中國處理疫情的手法 亦有意加快將美國的供應鏈遷出中國 路透社引述現任和前任官員說 華府正是全面加快將跨國供應鏈遷出中國 減低對中國的依賴 商務部、國務院等機構正是推動企業在中國以外地區採購和製造 鼓勵措施可能包括稅務優惠以及反國生產補貼